欢迎大家回到澳门颠台EP414集 我们今集又来讲AV名词6 到第七部分 到第七大家知道什么了 要听一字六 快点听 你知道这么长寿的节目 一定会有它的原因 大家快点听 你没有听一字六的话 有多少精彩的AV名词错过了 听完之后又可以帮助你夜晚新歌 听完之后先邀请大家赞我们 谢谢 还有YouTube听的订阅我们 还有点钟键 上面立刻通知你 在Bubbuketown和Sportify 听到别碰五星号评论 我们B站听的第一件三年 关注我们也谢谢 下方有IG平台和微博平台 让大家投稿感情烦恼 还有其趣的故事 上方也会看到投稿文章 下方说明栏见到相关的连结 还有什么都可以留言给我们 我们都会看的 多谢B站观众帮我们充电 目前有162个观众和充电 多谢大家的支持 YouTube观众可以透过这个 超感谢继续支持我们 我和K老师开了小红书 我小红书叫做非梦肥 澳门瘫台阿榮 K老师的小红书叫做澳门瘫台K老师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小红书 谢谢 好了 我继续说 上次我们说到电话中的疲累 现在我们继续下一个AV的名词 叫做山執 是不是叫做執字 是執字下面有个背字 我先当作執字 大家觉得什么是山執呢 你说怎么写 你猜一下 上面是一个執字 下面是一个背字 山執 是不是读过執字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是一些日文字 日本日文字 日本日文来的 日文的中文 生活过生 生活过生 很难 很难 真的不懂 要有些日文更低才懂 完全没有概念 我先看看粤语发音 是什么 这个字的粤语发音 你给我一个中文字 我也可以 读过G字 这个叫山字 即是雜字的字 我开估一下 山字的影片中 通常都是由男友扮演任魔 然后强迫女友做祭品 进行多项的祭祀活动 不过大家要留意 这个活动 完全是和宗教无关的 就是不会影射到任何人 纯粹是做爱 所谓的祭祀 通常是一种性虐待 例如绑绑 玩手购游戏 或皮鞭的时候 男友还会利用各种性玩具 去刺激女友身上各个敏感的地带 听上去是非常变态 但对于喜欢另类性爱的观众 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这些影片我未看过 因为我虽然喜欢看剧情类的影片 但我有点觉得这些是有变态 即是要祭祀和他做 我觉得你当作是剧情 我也可以的 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日本会有一个祭祀儀式 是真的活动 一群男人 穿着那些 好像那些 雙泊选手的内裤 然后 抬着一条超级大的 木羊具 好像巡游 好像澳门有什么 托着耶稣像 在澳门走一回 他托着大羊具 超级大的 差不多有四到五米 然后到处走 供奉他 那羊具 还要坐女人 即是坐在柱子那边 我之前有看一些影片 或者看一些漫画 都有见过 有这种类型的东西 你这有没有见过 这些 好像见过 那些仪式来的 宗教 即是祈求 新极 代表繁盛 都见过 但有没有见过 托着羊具的AV 好像没有 应该没有 好了 到下一个 下一个要估计的名词 就是初梨 初就是初暖的初 梨就是填字边下面做的草 初梨 你们觉得是什么片 填字边下面做的草 土 即是泥土的土 土 公里的梨 公里的梨 差点忘记了公里的梨 初梨 初梨 这个有效器我真的不懂 越来越难 去到第七集的内容之后 越来越难 是啊 比较少见的字 初字 会不会是关于柱女的东西 很难猜 开估 好 即管我们开估一下 日文的李字 其实是一个多二字 有多意思 因为在AV的术语里面 李影画 表示地下版的意思 而所谓地下版 就不会在市面上 买得到的AV作品 里面全都是真刀真槍 绝对不会打马彩克 所以碟面上有个李字 就是代表它是地下货 买回来的 一个无马版 因为现在很多AV都有马 初梨是第一次拍的无马版 很多女幽由騎兵 变为步兵 騎兵是有马 步兵是没有马的意思 为了宣传 都会在蝶面上写着初梨的意思 如果大家在封面上看到初梨 即是不会打格子 表示这片 应该是那位女幽第一次以无马 真身看到的作品 女幽粉丝一定会买来欣赏 因为想直规探 见识一下自己偶像的真身 但有时AV片商都会玩一些混蛋文字游戏 例如女幽已经拍了两三套无马 但因为女幽的司柱 今次有她的大特寺 她便会用初梨 而今次的梨 她的梨指了 密悦 孔的意思 所以初梨 我也可以解决 她是第一次拍的无马片 而下面的片商 玩文字游戏 上次的无马 不够我今次的无马 今次放得超特大 她可能大特寺初梨 即是玩文字游戏 她这个文字游戏的意思是 第一次拍到里面 她那个里字是里面的意思 拍到里面就不好看 你觉得不好看 人们觉得好看 人家的意思就是 她说第一次拍到里面的意思 和刚才的意思 刚才的意思是里面的意思 日本刚才解释了 里字有其他意义 但这个是里面的意思 她说文字游戏就是这个意思 说这个里字 我看到有些动漫 有时说女番 就是纸色版 我看到有时会有这样的东西 譬如你说 女番表番 是的 表番就是正常的 女番就是有纸色的东西看的 可能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童人 有些作者画了一些漫画的色彩版 你就可以去看看 有时也挺值得一看的 听到也挺精彩的 还有怎么说呢 你说的那些我应该也有看过 火影忍者或者海冊王的色彩版 你有没有见过 我见过的 但不是由本身的作者画的 是由其他色情漫画家去画出来的 即是每逢一些大热的作品 大热的动画 都会有一些AV片去拍出来 所以大热的漫画 有些变成色情漫画 都不出奇 都一定会有 只是看不出奇 都不出奇 什么东西都有蓝色漫画 H-man 那个什么 湯麦小火车都有 吊你老尾 吊你老尾 我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 就是之前在那些论坛 有人出帖子就说 我不信了 湯麦小火车都有H-man 真的有 那些人就说 那些人就是出这些帖子 拋砖引玉 等那些人滑 等那些人特意运出来 等那些人运出来 等那些人运出来 但我想问 自己不用运 湯麦小火车 本身那个火车 已经是一条洋具 还是他怎么样 即是他有分 即是样子 胸脖子 脖子 没有 我看到两辆火车 的样子 他有样子 湯麦小火车 因为他的样子 很蓝色 但两辆火车搭在一起 就是这样 搭在一起 是怎么搭 上下搭 还是两辆车车搭着 那些 记得了 你要找来看看 好吗 你这么有兴趣 好吧 好吧 我们又找人 弄个湯麦小火车 他上天搭和车车搭 会影响你的性慾 不会 我是说没有性慾 可以被他引起来 就是 那么关注怎么回答 问一下 知道多些 记得去看一看 好 接着另一个名词 你猜一下 叫特摄 特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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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那些日本 最喜欢拍特摄片 小时候看的那些超人 什么战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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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猜对了 他正正是你刚刚说的那些 就是他说 AV的片种里面 有科幻和特技的成分 统称为之特绝片 故事都是以保护世界为主 但是主角全部都是女性 他们平时都是普通美少女一名 只要坏人出现 都会以不用词 立即变身成为女超人 和坏人 连场激战 但他们的激战方式很不同 一般超人都会打关斗 用飞脚拳头 力战怪兽 但这些女超人 就会用他们的胸 以他们的尾色 来对付怪物 令到怪物四肢无力 而女超人才会慢慢收拾他 这些特技场面 怎样都会有 关键是变身的目 一定不能少 因为他变身时 是脱衣服 又会有特技 帮他装衣服 不知道你有没有在 《分纱小天使》 或《微笑战士》 变身时都是没有衣服 这些衣服是四方八面 飞出来的 然后他说 打斗场面 就比较搞笑 看到女超人 雞手鸭脚 不够几招 被《微笑战士》 除了笑 也没有其他反应 至于爆炸的场面 是用计算机画出的 整体都尚算丑合 起码有故事性 动作搞笑 值得欣赏 如果是这样 我真的要打一下这个字 突出片 剪手片做个罪字 他说到我也有点想看 当笑片看也好 或者当咸片看也好 好像看得到挺有剧情 不是平时的调查官 这个你们也没看过 也有看过 大家看是挺有看的 找片的时候也有找过 但是他为了保持这个造型 去到最后那些埋牙的时候 他也是会穿一套衣服的 我觉得不是自己喜欢看的 最后我也想看过 那个女儿被人脱衣服 这样的 就是看见那个女儿脱衣服 应该看的东西 但是他为了保持战斗服的造型 都会穿一套衣服 然后旁边的怪人 可能有一套 手有 每一只手指都像架枸 这样 我觉得太抽离了这个现实了 就是当普通片题可以 但是如果你看到可以很正眼的 都要看就未必可以了 正常也是 我觉得这些是为什么我说我也有兴趣 因为我真的完全没看过这个片种 我觉得也挺有趣的 其实我知道有调查官系列 但我平时也没有看调查官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特殊片种 它有那个亲切感 因为我以前常看那些五星战队 或者看那些无眠超人 对他来说 这些东西也挺 如果他用回门超人 或者是五星战队 我觉得也挺有亲切的感觉 是的 有童年回忆 是的 童年回忆 即是很值得回味 好 现在很喜欢看 很喜欢做 譬如之前那派《鬼滅之刃》 红 他有拍《鬼滅之刃》 那个炭治郎的师傅 有个面具 有个红鼻子凸得很长 天狗那些 是的 天狗面具是什么 然后师傅在AV里面的面具 那个鼻子就会变成一粒粿 觉得很好笑 他用个鼻尿 我不知道有没有 我没有详细看 看过画面 但他真的会角色回眉斗子 炭治郎 蝴蝶忍等等 然后穿鬼滅的衣服做爱 挺有趣的 很多不同动漫都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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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找一下才知道 好 到下一个名词 下一个名词 叫做《威蝕》 《威蝕》 《威蝕》 你觉得是什么呢 即是非礼 即是非礼 是吧 不得多 字面都说完了 好 我们立即去看看 相差 是不是一样 差多少 先看我 他说 如果片名出现了《威蝕》 这两个字 就说明 劇情不正常 即是小小变态 实际内容方面 通常指南幽 会在前期时 加入很多不同道具 令到女幽受尽刺激 而且用道具的时间 会比较长 真正欲博期间 为求效果 亦会加些道具帮忙 例如绑手 蒙眼 绑繩 而《威蝕》 最正常的效果 就是女幽会有欢愉的感觉 如果出现了痛苦 或者武力承受的反应 属于另一个层次 所以AV内容是分得很仔细 如果是这样说 即是威蝕是玩不同的道具 或者其他绑繩 就是威蝕 这个活动是SM 好像 disgr к'伸臘 是像 displayingaanga 承懂 Dot Mary 這個我真的没太 Pend çok印象 我自己也不喜欢玩 所以自己看了也不会在此 就是蒙眼 另外一个你们应该都猜到的就是现役 现役是什么呢? 现在当红还是在复役的女优 应该是个个人也是的 现役的话还是之前有提过 他现在是现役的律师走过来拍片 是不是这些? 对了 其实现役的意思就是现役的职业 或者在职工作是什么 例如说他会写着现役OL 即是说这个女优的职业就是OL 扮公室女郎 所以在AV可以这样解释 不是说这个人扮OL扮女教师 而是说他本身就是OL 本身就是女教师 这次就破格 特意下海去客串做一次AV 真假不一定很容易发现到 即是有待区分 除了找素人去拍一些现役系列之外 片商还会找一些现役的妹妹长期演出 例如现役的银座 风俗梁 星野彩 他本身也是一个风俗梁 即是夜总会的公关小姐 除了拍摄AV之外 还会保留着风俗梁的身份 拍了不少类型的作品 也挺正的 即是他本身就是一个风俗梁 即是那些公关小姐 看完他的片子 就可以去到银座找他 即是我觉得这样接触真人也挺正的 是的 有点像 现在联听人会只是打死一份工作 你用打死一份工作 去形容这个也挺有趣的 就是他的副业 我有个副业是做AV的 也挺有趣的 我未遇过有女生有这个副业 如果有的话 可以介绍我设计或投稿 你有这个副业的 其中除了星野菜之外 还有另一个神医游戏 也是的 他现役是赛车女郎 但他又有拍摄AV影片 我自己没有怎样看这些影片 我平常看的影片很少封面 不是买回来的封面 我平常看的是封面 他真的夾了其中一张图 即封面那张图 我平常也有封面 但因为我用手机看 封面是太小 完全看不到封面 即是写什么字 只能看见那条驴 通常用手机看 就会看到视窗和封面 但主要集中只是看那条驴 你不会看旁边的字 很少看那些字 我又不是认识那些字 那你的影片下面有标题 你也会看下标题 应该是说 他会用几种颜色的 多数有些黄色的 即是很显眼的就会看到 譬如有些写着温泉 因为我多数不是看那条驴 封面照片 而我看片 隔壁不是有一条标题 文字 我通常看隔壁的文字 通常都是这样的 我继续下去了 这个名词叫小恶魔 大家有没有猜到小恶魔是什么意思 小恶魔 我觉得应该是形容女幽的状态 即是她是性感 即是小野猫 小小小的 但是又很充满野性的感觉 做些东西上来 好像内心住了小恶魔 就是这些 我开估了 小恶魔就算是很潮的造型 即是可能是卷曲的金髮 夸张的眼影 闪闪发光的配色 拍照时还要嘴巴 这个服装鲜艳之余 还充满少女味道 日本AV界的造型相当欢迎 琴乃 明日花 耳螺 都拍过不少 至于这类型的AV情节 大多都是表现这个妹妹 擁有美丽的外表 大家都是空大 无论她是上班 还是逛街 都会被人哄上床 出现的女友 都是年纪轻轻 但演出也很奔放豪情 大家不要看了之后 就以为美女也是这么好 因为这只是影片 通常她的情节 就是在街上找到金髮妹妹 所以说几句便可以跟她做外米 而那些影片都会夹好 因为这些在街上搭散的 那些妹妹或素人 跟她看 其实我最喜欢看这个类型 所以这些影片我看了不少 我先查过 所谓素人也好 素人也好 素人也属于part time 即是拍片 即是没有写任何职业 但她就偶爾过来拍下 然后赚钱 因为素人也有分级素 即是不同level的素人 你们有没有看过AV在街上搭散 然后就可以跟她做外的东西 有的 就是素人片 这些统称也是有意思的 是的 因为我平时看的那种搭散片 都是 你好我们有没有问卷调查 可不可以跟你采访一下 然后就进去她的面包车 然后就采访她 问她平时跟她老公有没有做外 多少岁 结婚 就说 你有小朋友 就会跟她说 那你们做外的事数很少 然后就问她 我现在给你多少钱 你有没有让我看看 你的胸围是什么样子 看完之后 又问她是否可以拉下胸围 看看奶头 然后就逐件逐件脱衣 就开始做了 你也知道我都很详细 真的经常看 这个片种看得很多 那些剧情 即是演识背 即是她的套路 已经知道是怎样的 就像TVP剧集那样公式化 很厉害 如果要你下场 你也可以问得很流畅 即是那些 我可以吗 像不像日文 可以 你快点去拍吧 大家有期待 明天去噴水池 駕着面包车 去问一下这些 有办法的 那些不可以的 那些 立刻人拉 先生你是不是周围叫人做外 不是我做文件调查了 对 你这样答便可以 他相信我才可以 难道我拉了跟你说 证实了他不相信 下一个 这个我自己也未必猜到 这个AV名词叫猫耳 你们觉得什么猫耳 就是带猫耳给你做外 对 这些猫耳目的 猫耳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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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二次元的人都很喜欢这些 带着猫耳 挺可笑的 带着猫耳仔做 不是开玩笑 很喜欢猫耳目的 对 对 最似的就是拆掉猫耳目的 那些更不像 好 我先解释一下 大多数片商都将猫耳系列的电影 列入为Cosplay系列 大家去到片商的网站搜尋猫耳 通常都会找到相关的影片 而释以猫耳的女優 都会是鲜乱又充满活力的妙龄少女 据说 部分素人片商最喜欢派工作人员 抽叶猿一带 发掘中意扮猫耳的Cosplay少女拍片 着重 看重了他们扮得比较全神 至于这个演出的时候 女優都会戴上一对猫耳的头色 并打扮成为一个可爱又听话的猫耳 除了听乡主爱的主人沙嬌之外 更懂得在床上乖乖听从主人的吩咐 任劳任怨 更懂得为对方服务 所以为了掩护这个猫女的角色 女優周不时都会做一些类似猫咪的动作 趴在地上 扮和红性交配 充满野性的味道 令观众看到热血沸腾 大为满足 我真的不知道原来有这个系列 只要打猫耳就会看到 扮猫女的女優 我真的要找一下 刚刚说的特色 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片种 真的没什么印象 但如果你说有的话 我是绝对相信的 一定有的 你都说什么都有人怕 但我看过 我不是看这一款 我看那一款 就是它是Cosplay的 戴上角色的假发 我看过它是Cos的不知火毛 拳王的不知火毛 大空穿了红色衣服 很性感 我最多看过这一款 你说猫耳我就是 完全都没看过 猫耳比较多 真的看二次元 就是猫耳或者动画 那些 真人就少看 真人就是少看 我有个想法 猫是不听你说的 你叫它过来 它又不过来 那它变成了 就是变成个人 应该不会听你说的 所以应该是 你叫它做什么 其实是扮狗会好一点 是的 我觉得扮狗 狗仔会好一点 喜欢摆摆摆 是很听主人话的 主人叫你舔 你舔就舔到很厉害 但我看过猫耳的头裤 我少看过狗耳的头裤 不是开玩笑 那差不多 貓和狗的耳朵不是都是三角形嗎? 那就差不多了 可能大隻一點就像狗 耳朵大隻一點就像狗 小隻一點就像貓 你戴完後說狗就像狗 你是不是都像人樣子一樣? 就是人來的 你說牠是狗就像狗 做的動作是寫狗 牠在扮狗 那牠在扮什麼 看牠叫什麼 如果牠在扮狗 那隻狗 那隻狗 那隻貓 貓和狗都是有耳朵的 尾巴 只有貓和狗都是同一個手勢 你說牠在扮龜就說不像 龜是沒有耳朵 可以戴的只有一個殼可以揹 扮龜要揹著殼 所以就不像 你揹著殼很難去 我沒試過 你去看忍者龜 你可以試一下 看能不能看得到 有沒有興趣 我看完真是忍者龜頭痛 你覺得苦悶色 什麼是苦悶色 苦悶色 悶著 悶嗎 即是怎樣 質色 苦悶色 好難猜 我看你猜不到 這個詞通常是一個重口味的AV封面 所謂重口味就是指前門後門都齊發 然後是聖約代等題材的AV 而且苦悶色就是指AV女優被人摘成大閘蟹 還要被男優拿的東西塞住口 再受到男優的百般凌辱 通常女優雖然激動萬分 但發不出聲音 被稱為苦悶色 你又不需要擔心 女優會受傷 因為女優痛苦的表現 只是扮出來 而行刑的男優 通過專業訓練 試問哪有片傷 捨得她們的女優受傷 我沒有看過這些苦悶色的片 因為我不喜歡怎樣捆綁她 我自己不喜歡這種 你們有沒有看這種的嗜好 我應該知道她說哪一種 有一種好像穿緊身衣 扎到整個人不能動 任人如玉 有些人都說得比較重口味 這一定是 你說擔心受傷的 她們應該有設定安全詞 即SM都會有安全詞 安全詞一定不會是說不好的 這些一定不是安全詞 例如三文宇壽司 然後她說了這個詞 那就代表要停 有心情危險 可能是這樣 而且有這麼多人在觀察 有什麼事 會有人發現 就是這樣 我們之前也有說過AV的事情 她說上了位的AV旅休 是不需要拍這些 租資自己的影片 雖然你說她未必很痛苦 但一定不會很舒服 很正常說 只有不受歡迎的女優 才會選擇拍這些片 因為沒有東西要拍 或者是平時舒服的 人家如何受歡迎的女優 隨便做 也有很多人看 但不受歡迎的女優 沒有辦法 唯有嘗嘗一些重口味 虎向險山閒 無法選擇 另一種就叫做手雲 雲是人字邊做一個平時的大陸簡體字的雲 應該是讀手雲的意思 你們猜的是什麼 手雲 手雲 我連這個字也沒聽過 對 用手的 AV裡面用手的情字 對嗎 我講解一下 手雲的意思是指打飛機 也是打手槍 對 手雲作品的鏡頭 大部分都是主觀角度的拍攝 描述女優手口並容不停 刺激男優重要的部位 由於女優的手法很純熟 而且動作快慢有序 往往帶出一種有別於正式的交溝 對 更加不失這個刺激興奮感覺 吸引力絕對不下於正常的片種 即是這條片只是打飛機 或者一邊打飛機一邊用口 這個好像有看過 但我看的那種通常不只有一個女優 不是同時有很多女優和她打飛機 而是她集合了不同類型的女優 譬如她一個小時內 就分了十幾個女優 然後每個女優就佔三四分鐘 或者十分鐘 算是合襲來的 即是合家歡 即是全部女優都有的 那些大品種 大種類的那些 你們有沒有看過整條片都只是打飛機 好像有的 當時我看還在想 為何這個女優是否有些合約 是不用做愛的 只是在打飛機 還有陷入 我忘了陷入有沒有 總之就是比平時的AV少的東西 當時我的感覺就是 我也覺得很好看 因為對於這一部分的運動 因為她只是 你想想 一個AV女優拍了整部 她只是在做這件事 她對這件事應該有一定的技巧 她的確跟平時的打飛機 她是有些不同的手法 挺好看的 但難免看的時候 會想這個人是不是 那些兼職AV女優 我來做打飛機 我現在不做愛 會不會是這樣 我正在想 之前我見過她說 如果你做AV女優 她說會有一張表格給你填 即是吃淡仔 或吃日本拉麵 有很多不同的格 即是OK的TATIC 他會有一張表格給你填 你可以接受的範圍是什麼 即是TATIC 如果你不能接受 不如她有些系列叫近親相姦 即是說這是你爸爸 這是你弟弟 這是你弟弟 你會跟他做的 如果你不能接受 你便不會接受這項 她便按著這個表格 你可以拍攝什麼類型的片種 去分配 她可能就把這個 只是打飛機的項目 只是打飛機和含 她可能只是打飛機 只是打飛機 不包含 她畫得很仔細 所以不是說哪有 我講了這麼多集 日本在這個工業上很成熟 其他國家爬馬都追不上 亦都沒有國家追到 不是開玩笑 我完全覺得 日本這個AV的項目 其實都可以成為了經濟支柱 或者是這麼多人喜歡去日本 我覺得某程度上 都因為看到很多AV 對 是的 我覺得這個打飛機 那個女優的顏值 應該要一定高的 怕 如果她不漂亮 你整整看著她的樣子 你看到她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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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她也無法拍攝 而且我真的很少看到那些打飛機打得厲害 一般都是很簡單的 我大概看片 可能10部才只有一部 你真的看到那些手法 嘩 為何會轉 會旋轉 總之那隻手不只是上下 她是懂得旋轉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360度 對 又轉 然後又用手掌心 來磨你的頭 對 她又懂得打 一會兒 用手指弓 不斷撩頭 然後有時有兩隻手 一起套 然後有時有兩隻手掌 好像合拾轉目取火 但她不是轉目 她就是用兩隻手掌 好像轉目取火的姿勢 然後這樣上下來搓 或者在前後磨 屌了 很多特別的事情 如果她們有研究 會這樣打飛機的話 沒錯 今集差不多了 這個時間 對 又要留到下一集第八集 好 我們今集就講到這裡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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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